祝大家周末愉快 说起这南京啊 它不但是一座历史名城 它还是一座现代都市呢 没错 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到一条 非常热闹的街上 去感受一下 惊天南京的繁华 是什么街 湖南路 走 这湖南路还真挺漂亮 这里啊 是惊天南京 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那我可要好好逛逛 你慢慢逛吧 我去其他地方转转 哎 韩家 这不好吧 你比我识货啊 万一我要是进了商店 想买东西 你还得帮我看看 哎呀 你放心吧 这湖南路上啊 是没有假货的 是吗 对啊 放一万个行好了 那好吧 我们分头行动 先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进入今天的出行指南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 曾先后十次作为中国的首都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孝陵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路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 何葬于此 明孝陵布局严谨建筑雄伟 净显皇家陵园的气势 神道旁十人十寿体型巨大 属明代十克精品 至今仍焕发着历史的光彩 朝天宫占地七万余平方米 规模宏大 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 清代文庙建筑群 也是南京市博物馆的所在地 走进馆内 一件件精妙的珍品 呈现出一段段凝固的历史 他们如同遥远的回声 讲述着精灵昔日的故事 大牛 怎么样啊 逛得好吗 好啊 我从这个店逛到那个店呢 一路走下来啊 肚子都饿了 那正好 我们就在这里吃饭了 狮子桥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湖南路上的石阶 有好多餐馆呢 有东北菜 印度菜 泰国菜 西餐 日本料理 韩国料理 韩娘 别说了 你越说我越饿 咱们赶紧进去吧 等等 先看看我们今天的快乐成语 汉朝时期 在西南方有个叫夜狼的小国家 国土非常小 而从没离开过夜狼国的国王 却以为这里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 这里哪个国家最大呀 当然是夜狼国最大了 天底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吗 天底下没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了 从此以后 无知的国王就更觉得夜狼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了 有一次汉朝派使者来到夜狼 你们汉朝和我们国家比起来哪个大 这个嘛 贵国的面积和汉朝的一个县差不多大 县 县是什么 县是我们汉朝最小的辖区 国王一听傻眼了 这时他才终于明白什么叫自大了 夜狼自大 比喻闭关自首 孤陋寡闻 妄自尊大 你快来 我给你介绍一位 这位就是著名书法家徐立明教授 我知道 还有你不知道的呢 徐教授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留学生院的院长 也就是我以前的院长 真的吗 太巧了 徐先生您好 您好 您看过我们快乐中国这个节目吗 我经常看 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 介绍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办得很活泼 很生动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 谢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 这样吧 我来写一幅字 赠送给快乐中国 祝你们这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 太好了 谢谢 好 请 我们给观众台们看一下徐教授的杰作 你看多棒的字 来看一下 这是徐院长为我们快乐中国栏目组专门提写的书法 这可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啊 看来我回去还得好好练字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 你啊还是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读信吧 那是练好了 我还可以写字送给你做礼物呢 送给我啊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他倒不客气 不过我还有别的礼物可以送给大家 别的礼物啊 什么呀 快给我们看看 其实这份礼物是南非的杰斯坦德寄来的 他寄来的这份礼物太珍贵了 我根本没舍得拿来 不过一会儿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看 这个我知道 杰斯坦德在来信中说 我收到了你们寄来的书非常喜欢 在此呢我也要送给你们一本书 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 我希望你们都会喜欢这本书 杰斯坦德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因为里面的内容实在太吸引人了 您瞧 这里面有美丽的非洲风光 还有可爱的动物 结构精巧的建筑 颜色鲜艳的花朵等等 您自己看吧 我都无法形容了 谢谢您 杰斯坦德 非常感谢 欣赏完了南非的美景 一起来猜猜今天的成语 请看 请您根据屏幕上的flash 猜出一个我们节目 曾经教过的成语 只要您按屏幕上的方式 把您的答案告诉我们 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栏目组 送出的精美纪念品 这南京的湖南路到晚上更加热闹了 每到周末啊 这湖南路就成了步行街了 人气更旺 感觉怎么样 不错不错 就像在过节一样 哎呀 韩家 我真想在南京多待几天 好好感受南京的生活 没问题 就让你在南京多住几天 太好了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 下周我们要去南京的哪些地方 5月16号到5月21号 快乐的韩家大牛将与您 移到在六朝五都南京学汉语 浩大呢是指气势规模很盛大 比如说浩大的工程 雍容华贵 elegant and resplendent 雍容华贵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周一到周六 每天十分钟 快乐中国与您准时相约 南京这座城市真有意思 一方面它有悠久的历史 另一方面它具备现代城市的繁华 没错 好了 大牛 你看时间也不早了 是不是应该和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呀 天真黑了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学说中国话 朋友变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